坐落于后火车站的驿站食堂就恰如其名 如同古代驿站般 往往聚集三五好友在此谈天说地 也沉浸于充满怀旧风情的空间 在古艺盎然的餐厅中 感受到满满的老味道 肯定是来此用餐的一大满足 裸露的红砖墙 阿嬷级的裁缝车 与民国初年的木制橱柜 这些历史记忆完全保留于驿站食堂中 在怀旧的木桌椅上 品味在地热炒和异国料理 是否别有一番风味呢 没有开车的朋友就来杯冰酿的啤酒吧 将生活的压力都抛之脑后 尽管享受今晚的热情